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送完儿子上学 我先去菜市场买菜 然后回家收拾家务 完了差不多有九点钟 我在客厅铺好瑜伽垫 准备练瑜伽 手机就是在这个时候突然想起 我扫了一眼 是个陌生号码 我没有接 任由他想 打开网络电视 开始在APP里寻找平时练的瑜伽课程 电话终于自动停止叫声 我正准备出一口气 结果铃声再次响起 仍然是那个陌生号码 固执地响着 我无奈地接起 那头传来一阵急促的声音 请问是孙女士吗 你妈妈被车撞了 现在正在中心医院抢救 你妈妈才被车撞了 死骗子 我气愤地说完 生气地把电话扔到沙发上 现在这些诈骗的人真是又懒又蠢 都被曝光几百年的手法了 还在用 拿到别人的个人信息就一本万利了吗 他们一定不知道 我的妈妈前年已经生病去世 企图对我用这种套路 真是吓 电话又响起来 我低头一看 还是那个电话号码 点开免提 正想要开口骂 对方却比我还着急地骂起来 孙女士 我不是骗子 事情千真万去 你的妈妈张慧芬老人被车撞了 现在情况很紧急 请你务必赶到中心医院来一趟 直接上六楼四号手术室 真的不是骗子 电话从我的手中滑落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姑姑出事了 而且 我第一次知道 我在姑姑的手机里的备注 竟然是女儿 我颤抖着从地上捡起电话 打给正在外地出差的老公张杰 嘟嘟嗦嗦地对他说了事情的大概 老公也很震惊 但是他明显比我冷静很多 他一边安慰我 一边帮我叫网约车 他说他立马请假过来 剩下的事情等他回来处理 我坐在去往中心医院的网约车上 泪如雨下 回想与姑姑十几年来的深厚感情 现在他却突遭飞来横祸 更是心碎了一地 我与张杰是大学同学 从校服变成婚纱 我们爱得纯净透明 心无旁骛 拍毕业照那一天 张杰当着所有同学和老师的面求婚 我除了热泪盈眶和寒羞点头之外 完全没有多余的动作 我父母知道后 建议我不要那么早结婚 可以先订婚 等双方有了事业之后再谈婚论嫁 但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我 哪里听得尽父母的劝诫 我站着父母无条件的宠爱 逼迫他们让步 结果在没有彩礼的情况下 我和张杰裸婚了 结婚后 我和张杰在市区租房子住 和住在郊区的公婆小叔子相隔不远不近 周末有空或者过节才回去看望二老 因为接触不多 相处倒也相安无事 刚开始我只觉得公婆对我感情淡薄 这我也能理解 毕竟我们之前只是陌生人 但是渐渐的 我发现公婆对张杰和她弟弟的态度 迥然相反 他们对小叔子有求必应 对张杰却很疏离 还每期名曰 张杰大学毕业之后有事业 小叔子书读得少 没有任何技能 两年后我们买房 希望公婆能借点钱给我们 解决一下首付的困难 但是他们很干脆地拒绝了我们 他们说张杰和我都有工作 而他们两位老人什么工作也都没有 还要自己负担医疗和各种开销 没有找我们负担已经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了 我和张杰失望而归 我好奇地问张杰 为何公婆这般无情 他们二老没有工作 但是他们有一栋五层楼隔成十几间单间 租给附近工厂的年轻人 他们会没钱 再说了 我们都已经说明了 是借 是用来解决燃煤之急 并非空口白牙伸手去药 张杰只是贪了一口气说 父母的钱 他们有权利自己支配 道理我当然知道 他们是有权利支配自己的钱 但自己的孩子需要帮助都如此冷漠 我的心里还是生下了芥蒂 最后房子首付的缺口 是张杰的姑姑借钱给我们 才填补上的 也是姑姑这一次主动帮助我们的仗义之举 让我和她有了更深的交往和情谊 姑姑六十多岁了 她一生未婚 无一二伴女 独自在市中心一个老小区里生活 姑姑的故事 是她和我有了交集后 她陆陆续续透露给我的 姑姑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家里有两个哥哥 两个姐姐 她最小 那个年代穷 一直长到十七八岁 她根本就没机会上学 每天以劳动为主 姑姑本来有一个相爱的人 他们本来打算结婚的 结果结婚前两天 他们约好去领证的那天 男人在去民政局的路上 为了救落水的人 身亡了 当时对姑姑的打击非常大 姑姑还没有从悲伤中 缓过劲来 男人的家人舍不得彩礼 想让姑姑嫁给他弟弟 姑姑不同意 家人把他关了起来 不给他饭吃 后来还是姑姑的妈妈 偷偷把他放了 他连夜逃了出来 那之后 姑姑和家人决裂 独自一人在外面的世界闯荡 除了母亲离世 她再也没回过当年那个村庄 之后 姑姑也没有再婚 也或者说她害怕 因为当初她眼睁睁地 看着男人不知而亡 那种腾彻心扉的感觉 她这辈子都忘不了 但是在她家人眼里 她这样完全是离境叛道 她的兄弟姐妹 甚至看不起她 还嘲笑她 而姑姑之所以帮助我们 是因为上了大学后 张杰逢年过节 会去看望孤身一人的姑姑 虽然越老越是固执的姑姑 不受所有亲戚朋友的待见 但是对于张杰的懂事和善良 她成了这一份唯一的亲情 因为姑姑的帮助 我和张杰才得以置业成功 后来儿子出生 公婆仍是不闻不问 我的心里也没什么怨气 反正他们本就薄粮 指望他们什么呢 反而是姑姑来我家来得勤了 她隔三差五地来 买一些玩具 逗弄儿子 也会买一些水果蔬菜来 让我做给她吃 姑姑说我做饭好吃 她还说 离家几十年 她从来没再感受过 和家人一起吃饭的氛围 我们就这样平平淡淡地 相处了十几年 在我眼中 姑姑是那么地勇敢和成功 这么一个倔强的老太太 谁能像她一样自由自在 一生按照自己想要的样子 去生活 和姑姑亲近的这些年里 我也深深地体会到 没有人能够真的不需要亲情 越是岁月老去 那些年轻的刺 也会渐渐变得柔软 姑姑之所以会接受我和张杰 不也正是因为这份 割舍不掉的亲情在维系吗 我以为总有一天 姑姑会和她的兄弟姐妹们和解 有生之年 她也会拥有一个温暖安逸的晚年 这些年她越来越可爱 她会带我参加她和她老朋友的聚会 她会约我去看电影 也会要求我 带我去参加儿子学校的活动 可是上天却是那样的残酷 让意外先来临 当我赶到医院的时候 医生已经无力回天 姑姑离世了 当张杰赶来给我依靠的时候 姑姑的那些兄弟姐妹 一个都没有来现场 一个都没有 但是在他们的微信家族群 却炸了 张杰孙文 接下来的事情你们来处理 毕竟你们和她进 我们则对她一无所知 惠芬从来不跟我们来往 现在人没了 明显她也不希望我们去打扰 我们去了也没意思 平天亡人的烦恼罢了 张杰 你姑姑平时对你们不薄 现在她人死了 是不是所有东西都留给你们了 还有 赵侍者肯定是要赔偿的 赔偿金正好可以抵挡丧葬费 所以啊 该怎么办 还是由你们来吧 我们也老了 搞不动了 随你们吧 看着这些信息 我差点气晕过去 因为事故责任鉴定结果还没下来 姑姑躺在冰冷的柜子里 但是她的身后事却不能等 我们打算先替她选好墓地 备好兽衣舞灰盒之类的 种种下来 家里的备用现金已经着金见肘 接下来还要联系殡仪馆 预约灵堂和遗体告别联络客人等等 这才是令人头疼的琐事 看上去简单 做起来太难太难 姑姑的夙愿是什么 孤身一人过 两袖清风走 那么那些活着的亲人们的脸面 要不要估计 张杰也陷入了两难 我看着束手无策的男人 咬咬牙跟他说 要不我们先和你爸妈商量一下 让他们还有另外两个姑姑和伯伯 帮着分摊一下丧葬费吧 先把眼前这关过了 其他的等房子能卖了 赔偿下来再说 张杰无奈同意了 他不同意也没有办法 我们也只是普通家庭 有房贷车贷要还 有孩子要养 逢年过节要给公婆孝敬的钱 加上平日里的各种人情来往 一下子要我们出那么多钱 我们是真的拿不出来 可是结果再一次让我们失望了 几个长辈不约而同的 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了 其中最直接了当的是婆婆的一句话 阿文 你姑姑生前就只把你一个人当亲人 我们这些是她老死不相朗来的仇人 你现在让我们出面 不是让她死得不安宁吗 我和张杰对望疑惑万分 张杰 你们家里人都这么冷血的吗 什么血浓于水 什么姐妹亲情 听上去像个笑话 活着的时候关系就那么的冰冷淡薄 死了更是可以理直气壮 不闻不问啦 什么死者为大 他们考虑的只有自己的钱包和利益 没有办法 我们拿着这个公安局开具的死亡证明 打开了姑姑家的门 翻箱倒柜 找出了一个小小的保险柜 如我们所料保险柜里没有遗嘱 只有两本很旧很旧的书籍 《红柔梦》和《青春之歌》 我猜想这两本书一定和姑姑的故事有什么关联 所以她才将它们如此珍重地收藏在保险箱里 出乎意料的是 除了房产证和身份证 还有两张保险单压在书下面 分别是医疗险和意外险 紧接着事情的反转开始了 我和张杰无权处理姑姑名下的财产 姑姑没有留下任何的遗嘱 按照法律规定 她身后的所有财产将由她的直系亲属继承 也就是说 即使她们后半生几乎没有任何的往来 但是她的财产 仍然是由公公伯伯和另外两位姑姑继承 从那天起 我的家开始变得热闹 多年来 先少踏足家门的公婆 拉着另外两个姑姑和伯伯 每天早上七点 半壘打不动敲响我家大门 让我带着证明 领着她们去每一家银行 查询姑姑 在其名下是否有存款 最终 跑遍城市几十家银行 外家意外险 理赔到账 姑姑身后 一共留下来将近70万的遗产 还有一套60多坪的老房子 房子太老 但市值估算还是有30多万 就这样 百十来万块钱 被几个老人吃干抹尽了 我让他们分摊墓地和丧葬费 他们却重口一词地说 等赵氏赔偿金下来了 再一起算吧 听闻此 我的眼泪和愤怒一起飙升 赵氏者是一个骑电动三轮车的 受费品老头 他宁愿坐牢也拿不出赔偿呀 你们这些人的良心被狗吃了 拿了姑姑的泄汉钱还不肯吐露半个子 公公高声骂我 你一个外星人 他和我家的事干嘛 信不信我让我儿子揍你 我们不是不肯拿钱出来 问题是我妹子现在还躺在太平间里 根本不需要你说的那些有的没的嘛 再说了 平日里你姑姑帮着了你们多少 你们都还了没有 还有没有欠着的 欠着不还就等于私吞了属于我们的钱 我们可是法律指定的合法继承人 我看见张杰摆口莫边的脸 他那么无助 像个孤儿 他的身影与姑姑的身影重叠 最后我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在御宴里醒来 我的手臂上还梳着夜 但是我顾不得这些 一把扯下手上的针头 跑到太平间 对着姑姑的遗体 狠狠哭了一场 姑姑啊 你一生果敢自由 却没有料到 最后还是便宜了那些你最讨厌的小人啊 哭完之后 我退出了家庭微信群 彻底不与那群无情的吸血鬼为伍 断绝关系 回到家 我与张杰商量一起写下遗嘱 他虽然嘴上说没必要 但是心里还是认同我的担心和坚持吧 我们将家里的房子 车子通通留给儿子 然后拿去公正处公正 人性丑 人心寒 通过姑姑这个前车之鉴的血泪教训 我怎能不防呢 我怕呀 如果不早点做好万全的准备 等到意外和不幸来临的时候 自己和家人 只能任人宰割 我永远记得有一句话 只有善良长出牙齿 我们才能保护真正的善 攻击那些真正的恶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分享 需要您多付赞 打赏